各位媒體女朋友這麼早來參加加倫還有衛航登記參選的記者會 我想在過去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時代力量在新北市的深耕 時代力量在新北市的努力 是所有的新北市的市民都看在眼裡的 這一次衛航所代表的第一選區 以及加倫所代表的十二選區 其實大家仔細的看 包括了整個北海岸 有山有海也有都會的地方 它所反映出來的正是台灣 我們在這一片好山好水當中 一方面我們要追求環境的勇氣環境的保護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希望 藉由更好的發展 讓所有在地的人都可以過著 更幸福的日子 過去這幾年來 我相信北海岸的相信非常的清楚 不管是從核一核二還是核四 持續努力的在北海岸 守護這一片好山水的 就是時代力量團隊的生意 我們在九份 我們在九份 在水南洞 我們跟行政部門密切的合作 點亮了十三層的遺址 我們為了改善繫紫的交通 遵守到了社後高速公路的雜道 我們為了讓金山讓萬里變得更美麗 我們也協助整個前瞻有關於城鄉發展的計畫 讓北海岸繼續的生根 這些全部都是在地的服務 這些全部都是在地方上面最重要的建設 但是我要更進一步提出的是 時代力量所提出的張衛航律師賴佳倫先生 這兩位不管是在專業的能力上 他們所訴諸的價值上 以及他們所提出的政策上 都是在這兩個選區當中最好的 我曾經公開講過 中華國民黨其實根本沒有資格 在第十二選區提出任何候選人 他們應該做的事情是 誠懇的向選民說明 向選民道歉 向選民認錯 為什麼他們所提出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李慶華先生 在連任了這麼多立委以後 現在因為貪污罪逃亡海外 這位國民黨到目前為止 沒有給戲子的鄉親一個解釋 沒有給戲子的鄉親一個交代 我相信連任政治 乾淨的政治 是現在我們在從政最基本的要求 實在力量在國會當中 我們希望實現公平正義 我們希望讓我們的下一代可以看得到未來 而我們在台灣頭 在美麗的北海岸 所提出的這兩位候選人 就是這兩個價值最重要的代表 他們不是政二代 他們不是官二代 他們提示著他們自己的努力 他們自己的專業 提出他們的政見 來爭取所有選民的認同 我也相信 不管是第一選區 還是第十二選區 這些官二代 這些政二代 派出來的國民兩黨的候選人 我們時代力量的候選人 絕對願意跟他們堂堂正正的 針對台灣下一個階段 所需要的改革 國會所需要推動的法案 來進行公開的政策辯論 請兩大黨的候選人 不要躲在用大把的銀子 所撒下的廣告背後 站出來面對選民 把你的價值把你的政策說清楚講明白 這是時代力量的精神 也是我相信 衛航、佳倫 他們未來會帶到立法院裡面 重要的價值